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1億人民幣 公司表示 将会和债券持有人沟通 考虑采取各种债务管理措施 来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碧桂园之外 远洋集团和富利地产 近期也是相继传出了 未能支付到期债息的消息 拖累今天的港股和A股 房地产板块集体下跌 市场对于房企流动性危机的担忧升温 房地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后续在政策上 要如何协助这些民营房企度过危机呢 相当话题 稍后将会请出今天的嘉宾 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总经理 杨德龙先生 带来详细的点评和分析 受到内房流动性危机的影响 港股和A股今天是延续向下盘整 港股收跌了1.55% 失守19000点大关 沪深股市午后 在部分券商股反弹的支撑下 收窄跌幅 我们先来看报道 内地股市今天先跌后回稳 沪深主板股指早盘曾跌超过1.4% 创业板指数更跌超过2% 午后大盘探底回升 互指于深城址最终小跌作收 但创业板指数跌幅仍超过1% 从行业来看 房企债务问题持续发酵 房地产股跌幅居前 保险和银行类股也集体走低 不过AI概念与旅游股表现较好 部分券商股则逆势走高 支撑护身主板收窄跌幅 互指收报3178点 跌幅0.34% 深城址收报10755点 跌幅0.5% 创业板指数下跌1% 客创50指数跌0.88% 两市成交维持在不足8000亿元人民币 北乡资金竟卖出46亿元 是年内首次连续6日减仓 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明显下挫 内地7月份金融数据不及市场预期 加上内房企业财务状况的担忧重燃 拖来恒生指数大幅开低377点 失守19000点大关 早盘最多下挫520点 触及上月10号以来的盘中最低位 虽然午后搬回部分跌幅 但中厂仍创出上月24号以来的收盘新低 恒生指数收盘爆18773点 下跌301点 跌幅1.58% 主板成交1041亿港元 绝大部分蓝筹股下跌 内房股跌幅超前 碧桂园暴跌超过1.8% 碧桂园服务也急跌超过9.5% 其他板块也下跌 但中移动医药股和部分科技股 逆势上扬 亚太区其他股市方面 日本和台湾股市都收跌超过1.2% 韩国股市下跌0.7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内地大型房地产民企碧桂园 宣布旗下公司的多支债券 周一开始暂停买卖 由内地媒体报道指 碧桂园是希望短期内启动债务重组 计划将9月2号到期的 一笔境内私募债券 16币园05进行展期 贷偿付的39亿债券余额 将会于三年之内分7次兑付 这是向来被视为 中国房企有等生的碧桂园 首次寻求债务转期 也凸显了流动性的压力 碧桂园上周四公布 预料上半年亏损 450亿到550亿元人民币 拖累股价 失守1港元整数关口 跌至0.98港元的 接近14年新低 公司周六深夜再发出公告 指因为近期计划 就公司债券兑付安排事项 召开债权持有人会议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根据相关规定 将11支境内公司债券停牌 这批债券付牌时间 另行确定 相关债券的发行规模 超过211亿元人民币 内地媒体估算 存续本金上于大约160亿元 当中最大的一支债券 发行本金超过58亿元 剩余超过39亿元的本金 会在9月2号到期需要兑付 碧桂元在公告中又提到 会与各持份者沟通 并考虑采取各种债务管理措施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碧桂元董事局主席杨慧言 日前曾经发表声明 指销售及再融资环境不利 正承受阶段性流动压力 代表管理层表示歉意 会采取更有利 有效措施 全力以赴保交付 拼尽全力扭转当情局面 有内地传媒报道指 碧桂元希望短期内 启动债务重组 让公司更多精力 放在保交楼之上 又引述接近碧桂元管理层人士 指集团一直坚持还债 除了是旅行企业应有职责 也认为今年下半年 房地产市场会有所恢复 报道又引述业内人士分析 称碧桂元市场影响力庞大 根据去年发表的报告 超过33,000家供应商 与碧桂元有合作关系 集团未来30天的发展 将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除了碧桂元之外 内地远洋集团 也出现了债务违约 公司于今天港股盘后表示 上半年预计录得公司 持有人应战亏损 约人民币170亿至200亿元 远洋集团承认 未能在周日兑付 在最后宽限期前 偿付2094万美元的利息 而导致发生了债务违约 相关票据在周一起停牌 直至有进一步的通知 公司早前已经表明 出现阶段性流动性不足的情况 预计8月到期的债券 可能未能够对付本息 先让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今天的嘉宾 杨德龙先生 杨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 国内房地产的这个债务问题 现在其实碧桂元 大家都觉得 其实是中国 内地民营房企的一个优等生了 但是最近也出现了 这个债务违的问题 除了碧桂元之外 像是富利地产 远洋地产等等 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而且现在是有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说现在楼市销售比较的疲弱 那接下来这些房地产企业 他们的流动性压力 也再度的恶化了 房地产企业其实是中国经济的 一个支柱产业了 所以这一轮民营房企的 这个流动性的困境 您觉得可以怎么样来拆解呢 这轮民营企业出现资金链风险 其实反映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现在房地产市场销售比较低迷 那么过去七年 各地坚持房租不炒的政策 很多地方都处在了 严格的限购善待措施 那么导致一些富人 无法获取买房的资格 而有买房资格的人 没有没钱去买房 而现在对于房价上的预期 正在改变 特别是去年内地 新生儿的数量减少到800万 那么预期未来人口出现 这个负增长的可能性比较大 并且去年已经出现首次负增长 这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下降 那么预期下降之后 人为买房的积极性也下降了 那么第二点的话 就是在之前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时候 很多民营企业 为了快速地占领市场份额 做大做强 过度地加杠杆 很多房企的杠杆率 早就超过了三道红线规定的比例 有的甚至超过百分百的负债额 这使得一旦房地产销售不畅 资金无法及时回笼 那么就造成联动性风险 所以在恒大出现了巨额债务危机之后 那么现在碧桂园也出现一部分债务无法按时 产还利息的情况 那么其他的一些房企也出现流动性的风险 这说明现在房地产遇到的问题 不是一个个别公司的问题 它是一系列公司的问题 当然这些公司有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在之前都是加杠杆比较大 然后资金链比较紧张 所以在当前房地产市场 整体销售低迷的情况之下 就遇到了偿付的困难 那么能否及时的提振房地产的销售 促进良性循环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当然中央已经采取了一些 支持房地产企业的措施 比如说央行将 进入支持房地产的16条措施 延期到2024年12月31日 不能随便对房地产企业断贷等等 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力度还不够 那么在7月24日举办的中央政局会议 发出重贸决议 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遇到的新形势 要有深刻的认识 各地要因诚实测 适时适度的调整房地产求护政策 现在多个城市宣布取消了限售措施 但是限购方面取消的还不是太多 那么后续在碧桂园等龙头房企 遇到直接链风险 可能反过来会倒逼政策放开 后续会有更多的城市宣布取消限购限贷 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市场化 因为当前房地产的形势 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和前几年房地产市场遭到暴炒 相比现在是过冷 也就是说原来的政策是防过热的 现在要防过冷 要挽救房地产企业 因为房地产企业的产业链很长 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上游有51个行业 那么特别是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影响特别大 所以必须对果断的采取措施 来放开房地产这个销售 让房地产市场能够逐步回暖 能让房地产及时的回收资金 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正循环 才能避免出现更多的民营企业 扩产的风险 可以说现在放松房地产调控 加大对于房地产企业资金链的支持 帮助暂时遇到困难的房企 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很多时候就房地产 销售端确实是一个需要激活的一方面 其实我们还关注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上周五出炉的一个金融数据 就显示说7月份的社会融资增量 还有人民币新农贷款 其实都是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那人民币的存款也是减少了1.12万亿 也就是说存贷双降这么一个情况 在7月份出现了 当然又看到前7个月来说的话 人民币的存款同比 还是增加了接近19万亿 也就是说居民超储的一个情况 仍然是有的 所以我们从近期的股市走势也好 楼市销售也好 以及这个CPI的数据也是转付了 似乎都印证了 现在居民不管是买房还是投资 还是消费的抑郁都是比较低迷的 那您的预判这样的情况在短期之内 会不会还会延续下去呢 7月份的金融数据确实是比较低预期 也导致市场出现了短期的下跌 那么7月份金融数据之所以低预期 原因很多 那么包括企业对于未来的 经济复苏预期不足 所以出现了贷款放缓 不愿意扩大再投资 而居民对于消费增长的预期 也是比较悲观 对于未来收入增长比较担心 所以出现了预防式储蓄 所以从前7个月来看 新增人民币贷款又达到了18万亿还多 那么去年是增加了19.9万亿 也就是说两年的时间 新增存款达到了接近40万亿 那么这40万亿可能本来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或者是买房买股票买基金等投资产品的资金 因为看不到太多的机会 所以暂时存在了银行系统 那么要想促进存款搬家 仅仅是降低存款利率是不行的 还是要增加居民的信息 也就是说让投资者看到未来经济复苏的预期在增强 看到楼市复苏的希望 看到股市赚钱效益 那这时候就会出现存款搬家 进入到资本市场 那么7月份信贷数据和涉融数据 大幅低于预期 一方面是由于透支性的影响 就6月份涉融的规模达到了4万亿 确实太高 那么有一部分透支 那么另一方面有一些延迟性的贷款 导致7月份这个数据显得很差 当然也不应过度悲观 就是说现在中央政治局已经确定 稳定这样的政策这样逐步出台 现在各个部门都在认真的研究 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有利的提振市场信心 预计后续在金融数据比较低预期公布之后 可能会加大政策出台的力度 以及加快出台的时间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您刚刚提到这个股市的赚钱效益的问题 其实最近这个股市 还是在一个延续向下调整的一个走势 比如像今天房地产股也好 汽车股也好 都是比较偏弱的 当然券商股今天是逆势上涨 整个大盘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 您对投资者未来的一个投资部署 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现在股市的下跌 其实是受到一系列事件的影响 除了7月份金融数据低于预期之外 像碧桂园等房企出现常债危机 以及某系的理财产品出现爆雷等等 对于投资者的信心影响比较大 也导致第一波大反弹之后出现了回调 那么之前的一波反弹 主要是基于7月24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重磅决议 那么后续政策落地的力度 以及政策出台的情况 可能会影响到市场反弹的节奏 那么现在大家也不必过于悲观 因为现在很多优质股票 已经跌到了地板价 下跌空间并不大 在市场底部区域出的利空 其实对市场的影响 更多的还是强奴之末 真正好的公司已经跌出了机会 那么做价值投资就要逆向布局 要克服总局的心理 敢于在市场悲观的时候去布局 那么影响股市最重要的是未来的预期 而不是当前的数据 如果后续政策面能够加大力度 能扭转投资者的悲观预期 那么相信股市的走势也会逐步的走强 那么当下我们正处于三重拐点叠加的阶段 包括经济的拐点 市场的拐点 以及市场风格切换的拐点 目前来看 正是布局好股票 好基金的一个世界 好的 谢谢杨德龙先生的分析 谢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内地多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公告 只参与的中融信托产品 出现逾期兑付的情况 而内地信托公司发布声明 澄清了相关产品未能兑付的不实言论 自8月初以来 内地已经有三家上市公司披露 参与的中融信托计划产品本金和投资收益 都出现逾期兑付的情况 涉及的金额超过1亿5000万元人民币 当中咸横国际涉及的金额最多达到6300万元 包括三只信托产品 金箔股份和南都物业的投资购买信托产品 分别是两只和一只 涉及的金额分别为6000万元和3000万元 尽管三家公司在公告中都表示 购买的信托产品与其兑付 并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 但咸横国际和金箔股份都表明 会影响到公司业绩表现 统计显示 中融信托的总资产超过242亿元 排名全国第九 而购买中融信托产品公司中 以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制药行业为主 内地信托行业近年来 在房地产行业危机中承受巨大压力 包括中融信托和五矿信托在内的信托公司 去年至少买入10个房地产项目权益 而在中融信托恐怕陷入爆雷的消息曝光后 多家公司也发布公告做出澄清 当中光大信托和五矿信托 都对停赋的传言作出否认 并只会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 中行信托也表明公司运作一切正常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期回来要带您关注的是 美元汇价周一走强 对日元突破了145的关键位 一会儿见 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普遍开低走高 只有英国股市继续微跌表现落后 市场担心中国经济状况 亚洲股市下滑 压抑了欧洲股市盘出的表现 但是医疗和电讯股等防守性股份上扬 有助于大多数股市传闻 美股方面 美国上周公布的7月份 CPI增速低于市场预期 但是PPI的增速是超预期 使得美联储的加息前景变得不明了 华尔街股市在上周走出了分化行情 总结全周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0.61% 标普白指数是下跌了0.31% 连续第二个星期下跌 至于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下跌了1.9% 是今年以来首次连续两个星期下跌 本周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 包括了周二的7月零售销售 美联储会在周三公布7月的一息纪要 同时7月的新屋开工 营件许可和工业生产数据都会出炉 至于7月份的资商会领先指数 则会在周四发布 在外汇市场 美元汇价周一走强 对日元突破了145的关键位 对其他货币也普遍触及了 近月来的新高 人民币及其汇价下跌到了 一个半月的最低位 但是跌幅相对熟练 全球外汇市场关注中国经济状况 资金纷纷投向美元避险 推动美元汇价周一走强 美汇指数曾经涨破103点水平 创出超过一个月新高 其中对日元一度冲破被视为 日本当局可能入市干预的 关键水平145日元 创出去年11月以来的新高 对澳元和新西兰元 也触及9个月新高 新兴市场货币普跌 俄罗斯鲁布去年3月以来 首次跌串100对1美元大关 最低曾经失守101鲁布水平 对于鲁布今年累计 大幅贬值约三成 总统普京的经济顾问奥列石金 指责是因为货币政策宽松 他希望货币政策尽快正常化 恢复鲁布强势 央行则表示不认为 近期卢布下滑危及金融稳定 但表示下次会议有机会加息 另外韩元在按价收低近半个百分点 创出1330.9对1美元的 三个月新低 印尼顿最多大跌超过0.8% 触及3月下旬以来的新低 促使印尼央行在现货和 不交收远汇市场进行干预 菲律宾比索也大跌 触及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 台币也大幅收贬超过 1毛2到31.924刷新超过9个月新低 人民币汇价同步下跌 但跌幅相对收敛 中间价下跌近百个基点到 7.1686是上个月12号以来的新低 但较市场预测的7.2461 偏强多达775个基点 是6月底监管当局启动 本轮过滤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 不过及期汇价明显低开后 持续下行 相继失守7.25和7.26等几个水平 中场收在7.2537 是6月30号以来的新低 收低近200个基点 联岸汇价也下跌 曾经失守7.28水平 也创出一个半月新低 与赞案价的价差 继续有约200个基点 中国央行表示 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 回升91亿元 逆转连续两个月的跌势 路透社的调查也显示 投资者对大多数亚洲货币的 空头压注增加 但对人民币的空仓 则减少至三个月最低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 中国商务部官员14号表示 将推动一线各项措施 尽早落地见效 提振外商投资的行星 国务院周日发布的这份意见 从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保障外资且国民待遇等 8个方面提出24项具体措施 在今年上半年 实际使用外资出现 同比下降的背景下 此举也被视为 中国加大力度吸引外资的最新努力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 周一在出席国新版吹风会时说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 相关部门协划任务分工 确保各项举措早落地早见效 相信各国投资者 外商投资企业能够充分感受到这些政策措施 彰显出中国政府坚定扩大开放的决心 能够充分享受到政策措施落地实施 所带来的红利 在投资保护方面 意见特别提出 要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援助会议制度 进一步拓展收集问题的渠道 以更为灵活直接的方式 听取企业意见 解决企业关切 我们对企业的发言 不设条条框框 鼓励外资企业开门见山 发表真实的意见和想法 不回避问题 坦诚交流 能现场回应的 我们当场就予以回应 如果现场不能回应的 我们进一步研究以后 也会及时地反馈给企业 对于外界关注的 反间谍法的相关影响 朱彬也在会上回应称 以立法形式防范打击间谍活动 维护国家安全 全是国际通行做法 企业只要依法合规经营 就完全不需要担心 凤凰卫视 你巧闻后有韵 北京报道 继上周五 吉利旗下电动车品牌 极客宣布降价之后 特斯拉中国 周一也下调了 两款车型的价格 下半年 中国市场的新能源价格战 已经开大 特斯拉中国周一宣布 即日起 Model Y长续航 和高性能版 都下调14000元人民币 长续航版起 售价是不足30万元 同时Model 3享受 现车8000元 现实保险补贴 上半年车市价格战 暂时停止之后 踏入下半年 又再度升温 进入8月份 领跑汽车 奇瑞新能源 吉利奇亚的极客 等多家电动车品牌 先后宣布 不同程度的降价 分析认为 车企集体调降电动车价格 能够加速行业整合 头部车企通过降价 来提升市占率 通过规模效应 淘汰中小企业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